该做的不做 不该做的做 不知道印度到底去哪个方向呢 印度的政府不知道吧 我老百姓都知道是中国政府怎么工作的 他们不知道吗 要不要跟他们跟中国学一学 有腐败的话呢 不用做下面的人 下面谁做了腐败 他的最高面的人就完了 那这样的话呢 那是以后下面的人不敢做这个 印度下面要做的话呢 他也不能自己做 是他让下面的人做 但是下面的人他们不敢 然后上面的人他们也不敢 因为是下面上面 谁做都会被抓上面的人 一个上面抓了下面的所有的 都自己都没有了 就是上面是那个根 根写掉了 那上面的所有的植子 所有的树子都没有了 我们这里哪个植子不好 那就是那个写掉 明天不要那个符号了 植子不是太多了吗 树根就不是一个吗 这么这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他不动呢 他是要回 我这样的一个民主 给我工资高一点 我愿意干这个东西 那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他 但是他也不一定会听我的话 我不知道他不可能有这么简单的脑袋 不可能的事 他就有但是不做 不知道为啥 服了 就能说是服了 我不明白 我一点都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然后呢 是国家是想怎么样的 肯定要想为了国家好 我觉得是有一些发明的东西 以前发明过的东西 我们不要再努力要发明啊 做他的模仿就完事了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 浪费钱呢 还有呢是要做 就是自己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呢 那为什么不用别人做过的东西就完事了呀 对吧 那你现在呢就是以前 以前中国也就是经济不什么好 国家也是不什么发展的 然后呢是漏也不什么好 路也不什么好 这这三四年 中国就搞定了这么好 就是现在呢 我没去过美国 但是我觉得是肯定比美国好 我也没去过日本 但是比日本肯定是好的 因为他们是一千的钱花也不会太多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跟中国学一学呢 你听了一千块给我两千块 那时候你没想过吗 就是腐败的人 他们又会压两千块路易的那些钱呢 那现在呢 在印度 整个印度是两千 也不是现在呢 是早就有了 就不到几个月就开始了 如果你要那个两千 你去一浪要两千块 我们路易的那个那个那个 钱呢 也找不到的 全都是五百五百的 那这些两千去哪里了 我懂 你懂 整不不懂吗 那不是腐败的钱都压起来了吗 他们都放在家里啊 沙发下面 针头下面 啊 枪 装门有枪 那里面塞进去那些两千两千 一千那是五百一千块 要的地方大 现在两千两千 是要的地方叫 明天呢 但是你又出一个十万十万的呢 他不是更 腐败的就是钱压的会更过吗 现在他们又明白了 然后又给他 挺了 那挺了呢 我手里有两张两千块的呢 我为了两千两张两千块 我也不是要去排队买一趟吗 那不是飞进吗 浪费时间吗 打架的时间 工作人员的时间 整个的脑袋 所以你出了两千块我没有问题 你可以出五千块的是一万块钱呢 是一百万的我都没问题呢 你别让那些人做腐败的 你把腐败就控制了 你让他们做腐败 腐败完了以后呢是他们有钱 那时候你怎么都不惯了 这不干 惯不了 但是腐败的钱呢 那腐败的钱他们惯不了 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话呢 那我们老百姓被压了 这里面那钱哪里来的 怎么来的 我们都会回答的 肯定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几万 几十万是哪里哪里哪里来的 但是有几千二亿的人呢他们不知道 你去抓他呗 不抓他 抓是下面的人 就是 我说是民族国家 因为民族国家呢是老百姓他选领导的 所以领导呢是他会压老百姓的 他压不了领导的 因为是他们都是一样的 因